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5月7日至10日在海南海口举办 吸引了全球超过1000家国际品牌前来参展 其中不乏海外头部企业 如今中国能在国内疫情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举办如此盛会 也再次让参展的国际企业意识到 中国市场愈发成为支撑其业绩增长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国市场的盈利支撑着疫情发生后的业绩表现 Tip Street亚太区总裁 Coach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宝燕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消费者的带动下 该公司近期全球营收较疫情前有大幅增长 当下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在遭受疫情的影响 在中国我们的业务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这周刚刚发布了最新的业绩报告 数据显示中国市场的表现非常亮眼 我们也非常惊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与2020年财年相比 中国内地市场销售额增长约175% 与2019年财年相比增长约40% 业绩显著 施华落实其水晶业务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孙觉提到 疫情之后 中国的消费市场进入新一轮的升级阶段 其实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特别是去年这个疫情之后 由于中国政府的有力的这个管控 中国市场应该也是讲在全世界恢复最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消费市场 我们明显看到了消费升级的很大的一个趋势 爱丁顿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宋厚池对中心设计者说 在看到中国疫情的防控成效和业绩表现后 集团目前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未来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十年计划 对中国的十年计划 现在中国已经被我们爱丁顿公司定位成全球第一大 将来全球第一大市场 所以大量的投资 我们的就是广告费用等等的都比去年大幅度的翻了一倍 这是代表公司对中国市场未来的期望